吓 接下来这首歌 我要送给我的初恋 珍小芝 我想对她说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仍然是我心中 最美好的回忆 我希望她以后能够自信 更加快乐地面对生命 谢谢 谢谢 错过你给的爱很久很久 以后才懂 狠心的人是我 那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 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 会不会邂逅 在某个街头 用力握紧你的手 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 让你的伤痛融化 怎么能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呢 找到了 光云哥你找到了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 全 全部 全部都给我 看来真的是要求婚啊 怎么办 能不能原谅我所有过错 我好像还没准备好 那答应她 怎么也要得到新仔的意见呀 这还有 真的要跟新仔爸分开的话 这好像 这 是 其实 那胖子也挺像个男子汉的 这有点左右为难呢 好 怎么样 唱得不错吧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用心在仗 哥 你这是 一会儿我要让你见证一场惊喜 今天是我人生的重要日子 我要求婚 用这个戒指 一会儿你一定要替我加油打气 我女朋友马上就要来了 我跟她也是分分合合了很长时间 直到现在她才敢给我机会 你让我陪你去买这个戒指 你让我陪你去买这个戒指 是为了跟你女朋友求婚啊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也不太懂女孩子的喜好 多亏了你帮忙 你 你有女朋友啊 对啊 不过前段时间分手了 因为这个事我心情一直很不好 多亏遇见了你 陪我度过了那段时间 现在我们俩和好了 不过她还是有一点点生我的气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她求婚 给她一个惊喜 怎么了小春 好高兴 我替你们高兴 替你们加油 老婆 老婆 小春你不是单身吗 我 我 我是她潜伏 真小春喜欢你 自从认识你之后 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不像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又难过又暴躁 可是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喜欢她 你为什么要喜欢别人 梁少虎 胡说什么呢 我的事不用你管 哥们 你误会了吧 我对小春没那个意思 我 我 我把她当妹妹看 我 我这个人平时是爱开玩笑的 小春你不会 你不会当真了吧 对不起啊 我向你道歉 就是人了 老婆 老婆 小春 这 赶紧追啊 我 我没这个资格追的 别啊 老婆 来我告诉你 你现在马上飞快地跑出去 一把把她抱在怀里 就说你错了 她要是为你哪儿错了 你就说哪儿都错了 全错了 希望她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 哥们 这是我的名片 免贵姓张叫张光宇 以后有什么搞不定 真小智的事情 尽管跟我联系 以我和她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的交情 一定能帮你出谋划策 协助你爱情美满 婚姻幸福 还等什么呢 赶紧去呀 郭宇哥 谢谢你 祝你情文顺利 不客气 儿子 儿子 你怎么回事 那么早就走啊 我约了海航 在机场见个面 那总得吃完饭才走吧 不用了 妈 我在机场跟小杨一块儿吃 雨滴啊 要走啊 儿子 等我一会儿 我换个衣服去送送你啊 妈 不用了 我自己叫了车了 爸 我走了 你这是怎么不说话啊 儿子就这么走了 去吧 来 儿子 你在外面 别动着了 别饿着了 妈 你一定好好地对待自己 好好的好吗 儿子 你一定好好地好好地 在外面 不用担心我 爸 注意身体 你 我走了 我走了 儿子 儿子 喂 叔叔 琪琪啊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 琪琪啊 你走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见见你妈妈 你给我妈的消息了 她现在在哪儿 是的 我跟你说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叔叔 师父 我们现在不去机场了 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见个人 这是去美国的机票 三小时候起飞 求你了 离开小琪吧 你应该知道 你跟小琪的距离有多大 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我们家是不可能接受你的 难道你希望 小琪真是为了你跟家里绝恋 不顾一切 难道你的爱就那么自私 一定要这样吗 阿姨 不好意思啊 让您久等了 快坐 这是机票 跟小琪是同一个航班的 不忍你伤心 孩子 别犹豫了 时间来不及了 赶快回去收拾行李 跟小琪见面 阿姨 幸福在此一举 难道你真的希望跟小琪 听个一方吗 可是 我知道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的贪念 我的固执 才让你们这样 现在我明白了 只有成全了你跟小琪 才是成全了我自己 成全了大家 孩子 勇敢地 大胆地 追求你的幸福 后面的事情 我会处理 好可惜 时间来不及了 赶快走吧 来 听阿姨的 快 快 来不及了 快走 快去吧 快去 还是没勇气 和你临距离 在朋友的邻居 太好说关心 好 我们过快两条 再快就要超速了 第一次 想抱着你 不忍你伤心 告诉你 我比他更爱你 深爱你 别犹豫了 幸福就再次一举 难道你真的希望 跟小琪就此分手吗 全世界 只要和你一起 就算失去自己 也不可惜 回到了 挺好的 很专心 福 自成为 车祸换场 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 呼吸障碍 请神经科外科医生过来会诊 快 好 你好 你好 麻烦帮我查一下 我有个同伴联系不上了 我想看他过来安检没有 对不起 这个涉及到乘客的隐私 我们无法帮到您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谢谢啊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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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这么做才能对小季和孟建赎罪 那么我呢 你的良心有没有告诉你对得起我吗 我跟你结婚一辈子 被你骗了一辈子耍了一辈子 你考虑不考虑我的感受啊 齐浩阳 我们离婚吧 什么 我知道 我不是个称职的妻子 不是个好老婆 我也不奢求你的原谅 喂 您好 请问是齐济家吗 是 什么是啊 我们这里是医院 医院 齐济先生出车祸了 正在我们这里急救 希望她的家属能尽快来医院一趟 好 韩齐浩 海航 我打不通她电话 我们也约好在这儿见面的 我也找不到她 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应该不会吧 你别多想 我这心里老不安 老有不好的预感 你这箱子是 我是要和她一起去美国 真的啊 那我陪你等着吧 好 喂 阿姨 我现在在机场 可是一直等不到齐济啊 打电话又不接 什么 抢救 医生 我儿子齐济怎么样了 我们是齐济的家长 请你们控制一下自己的情趣 先签一个手术同意书 还有手术 是这样的 她刚被送来的时候 心脏停止了跳动 经过抢救 心脏已经恢复跳动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吃货造成脑出去 我们也给她做头部手术 手术以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要看术后的恢复情况 但是 患者术后的死亡率达到百元之六十 所以家属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医生 医生求求你啊 你好好的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他不能死 他不能有事 求求你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请你配合我们的治疗 好吗 谢谢医生 麻烦你 麻烦你 谢谢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琪琪 琪琪她 小琪她 在手术室呢 对不起 父亲 是我对不起琪琪的 我应该早点去找她的 我不应该犹豫 我不应该犹豫的 你 我应该犹豫的 你 求求你 求求你 琪琪 再给我一次机会 求求你原谅我 好不好 原谅我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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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会跟你分开了 给我个机会 我求求你 琪琪 师父 你能再快一点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再快一点好不好 我已经最快了 再快就超速了 我怎么办 我真的没有害羞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琪琪 琪琪她不会有什么事吗 小琪 你别这么说 这件事情也怪我 我要是不打电话 让她过来看你 也许就不会出现 这种事情了 我真不能怪你 都怪我 我对不起我儿子 我现在怎么办呢 儿子 你一定要等等妈妈 妈妈马上就来了 你一定要等等妈妈 妈马上就来看你了 好好好 没事 没事 小琪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了啊 姐姐 妈 妈 妈 姐姐姐姐姐姐她怎么样了 姐姐姐姐姐她在手术 她怎么说 眼神怎么说 她怎么说 妈 妈 你说呢你 妈 妈 妈 医生怎么说 你告诉我 远远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妈 是不是手术完了还有危险呢 小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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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小薰 小薰你别这样 妈 小薰 小薰 美姿 我妈 美姿 我妈 什么时候过来的 四天前 一接到夫人的电话 我就回来了 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美姿 你路上辛苦吧 你看 身子不方便 还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 一心想着回来 也没觉得太累 不过我还真饿了 你每次在巴黎吃饭的时候 都会特别想念胡妈做的菜 我可怜的美姿 胡妈做了一大桌你爱吃的菜 谢谢胡妈 我啊 恨不得美姿啊 一辈子都吃我做的菜 我们进屋吧 好 来 来 走 终于回家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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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房间的灯亮了 看来她心处人回来了 不得了 回家了 妈 妈 你干吗呢 你哪儿不舒服啊你 对 你干吗吃这么多药啊 不吃怎么行啊 我一夜一夜都睡不着 我都已经快疯了我 睡不着啊 睡不着也不能吃这么多药 妈 你这样生气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完蛋就完蛋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 干脆死了算了 给我 妈 妈 你别闹 妈 你这样我很难受好不好 不是我的错 我不好 我让你和弟弟因为我跟着我受苦了 这样我去 天涯 天涯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给我放下 放下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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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过了 刚才是妈妈一时情绪失控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 就怪命运 这命运要捉弄我们 我们谁也躲不掉 好了 好了 妈 妈 妈 别自责了 是我不好吗 你越这样子 妈越心疼 妈 妈 姐 我帮你妈买披萨回来了 来 趁热吃吧 天涯 你整天都没看到你人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找到工作了 找到工作了 什么工作啊 送水 什么 送水 你去给人家送水 不可以 不可以 造孽呀 是我前半辈子造的孽 现在抱怨在我的孩子身上 老天爷 要罚就罚我 你不要连累我的孩子 妈 没关系 你儿子这 身体这么壮 干点体力活算不了什么的 就当做是去健身房 锻炼锻炼身体吗 你从小到大 都是娇生惯养 没吃过苦 你现在怎么可以去给人家送水 我把你眼这么大 我不是让你去给人家出苦力的 妈 别哭了 快吃披萨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还特地叫人家家了 你跟姐最爱的起司 来 妈 妈 吃一块 吃一块 来 姐 来 妈 这是我的宝贝儿子 出苦力为我买的披萨 妈好好地吃啊 怎么样 妈 好好吃啊 好吃 妈 在哪儿呢 大夫 琪琪先生在这边 琪琪 妈妈来了 你可真的 你看看妈妈呀 是妈妈来了 媛媛也来了 你快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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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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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了 医生 你不是说手术很成功吗 是 手术是很成功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患者老不受伤严重 什么时候醒来 还不知道 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什么 儿子 儿子不肯是这样最满满的 你快醒醒 你快醒醒 我们也好不容易想起的 不能这样最满满呀 儿子 你说 你说求求你 求求我儿子 求求你求求你 我儿子求求你 你冷静一点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好吗 冷静点好吗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小姐 妈 好了吗 媛媛 怎么办 你说呀 妈 你不能有事啊 你不能像妈妈 你不能有事啊 求求你啊 不能有事啊 她会好起来的 会好起来的 妈 我不敢从美国回来 惩罚我吧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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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对不起你们 由于我的口臣 做成了这样的恶况 谢谢你 没有发迹的 求求你快点醒过来 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就算全世界 都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